哈喽哈喽我是米丁呀 哪泥 家里一下多了十个哆啦A梦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爸爸含泪球放过 就为谁能把这些饭桶引走 伙伴们你们想要吗 大熊放学回到家 看到米粒子在和小杜拉促气长谈 自然是羡慕的不得了 俩人落够了 米粒子又回到了照片里 这道具比较哇塞呀 是未来最新的产品 照片皮揣子 想套哪里揣哪里 就可以把照片中的人物吸出来 这回小杜拉长激情了 着急和小蜜约会 也没忘记把皮揣子收起来 这可根本拿不到咱熊哥 从蓝胖子的床里翻出备用白宝袋 拿出了皮揣子 正好没得练手 老妈叫大熊去院子里拔草 虽然肉体不过洞 但是灵魂在骚动 用皮揣子 从十张照片中 拽出了十个小杜拉 打着如意算盘 合计拔草分分钟搞定嘛 没想到 这十个小杜拉意见不合 自己怼自己 最后大打出手 这时 真神小杜拉回来了 不晓得是 照片皮揣子 被一屁股给做回了 他们暂时也回不到照片中了 楼上的剧烈打刀声 引起了老妈的注意 这孩子 该不会是养狮子了吧 十个小杜拉赶紧躲起来 妈妈让快点去拔草 可有铜锣商奖励哦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小杜拉们悠悠打了兴奋剂 兄弟们不说了 干就完了 别拿铜锣商开玩笑 老妈看着一群小杜拉 巧三个铜锣商 也是得愁够呛啊 小杜拉晚上联系到了蔚来商店 才知道这道具卖端货了 所以只能再等等 小杜拉八成是双子座的 贼就结 多拉多了 自然想法就不同意 有的小杜拉想用任意门 有的想用竹蜻蜓 还有的让大雄自己承担吃刀的后果 结果又是意见不合 干脆拳头定胜负 大雄赶紧跑出门 才得意逃脱 小杜拉和十个自己 坐在拥挤的房间里 说今儿个有铜锣商特卖 好家伙 多拉军团蜂拥而至 等小杜拉赶到 已经受庆了 眼睁睁看着十个 自己吃的铜锣烧 也是相当无语啊 连大雄被胖五七 又找小杜拉帮忙 十个小杜拉 还得讨论多个方案 本着能动手 就不超出的原则 杀雕不怕多 就怕居一威啊 又是一场恶战 连胖五去宣家 都被打了出来 终于回到了家 爸爸才是最崩溃的 家里一下 多了十个礼貌的饭 直呼养不起啊 大雄和静香 来到后山约会 带上小杜拉和十个铜油瓶 不知用哪句话 刺激到了 他们敏感的小心脏 意见不合 又开始干 无意打翻了 静香做的三明治 大雄忍无可忍 发飙带点狠 把杜拉们统统赶走 这些小杜拉本质不坏 也意识到了错误 打算给大雄道个歉 没想到 看到大雄在悬崖边 给静香摘花 不小心滴落悬崖 关键时刻 十个小杜拉伸出联手 打造了一条 营救大雄的生命线 熊熊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眼泪汪汪 关键时刻 真够意思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 真身小杜拉 恰好有了新的皮帚子 按下按钮 十个小杜拉纷纷松手 大雄如同是做了海盗船 跳龙机 过山车的结合体 幸好最后拉住 大雄的那个小杜拉 没有松手 这回终于知道 大雄为啥总考零分了 因为脑子坏了呀